因为这个厨子一定会出去找这个鱼桶 咱们一为智举让他去找 然后咱们溜到他房间里面 二为勇者 如果没有实力就是莽夫 而且他刚刚还骂我们 那能忍得了吗 会长 没用 他防住了 哇又防住了 就离谱了 又防住了 破招 切换 天门剑法 破招 把他卡到角落 哇 你看他这攻击力 涂 这样我们就可以 他已经溜了 但是我们把他打败了 然后他跑的时候 一落下了一本太白剑法的下卷 同时我们还获得了 300点的内功修为 然后咱们现在主人公 这抱着胸口 因为受伤了 没关系 有的是药 之前不是在某人家里面 整理到了一个度饿丸吗 吃完之后血直接满了 同时右边有一个药的抗性 获得了一个千年人参 直接吃下之后 提高咱们的气血上限 50点来到了2050 有个箱子给它破坏掉 有一些各种各样的道具 什么盾片 草药之类的 这个地方其实可以打无伤 不过咱们这游戏 无所谓了 工具箱 无伤挺简单的 工具箱直接使用 即可打开 获得了一些铁片和磨石 其实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修复咱们武器的耐久度了 因为这个武器是耐久的 然后你还可以去给它这个魔剑 这个脆毒等等一些操作 魔剑就是更加锋利 可以流行 因为咱们之前已经有了这个十个骆驼棚 对吧 还会又获得这工具箱的铁片和这个磨石 他又给了我们一些药 获得了天字号的钥匙 整人公还说赶紧溜 其实咱们已经赢了 所以说无所谓了 不用溜 已经赢了 你只要在这击败他的话 他就不会很快回来 如果你是要前行的话 你要自己去研究研究吧 其实也很简单 听着他说话的声音有远即近 咱们就知道他这个位置 距离咱们这个房间的一个地方 他会来回的巡逻去找那个鱼筒 然后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这个第一章节全部的成就 你在这把这个厨子击败就可以获得这个成就 主要是能获得这个天门剑法 算算时间老爹离开也快十年了 可我这功夫却不见丝毫仗尽 你这速度怕是入了土化成粪 也练不出什么名堂 看来除了用牲口夹琴 还得再想些别的法子 这神功可是当年老爹从死人堆里得来的 那时我还小 和老爹一起去赶集 半岛遇上蛮子扎阵 上百号蛮兵围着一个道士 站了昏天黑地 还好我们躲得快 等空气里的血腥味散了 才敢出去 当时的景象 吓得老爹脚都软了 一个撂枪就滚到一具尸体前 看到旁边有个东西 捡起来后就拉着我往家里跑 从那以后 老爹客栈的生意也不管了 变得神神叨叨 好不过我再三追问 他才告诉我 之前捡到的是本神功秘笈 并当着我的面 把墨盘大的石头举了起来 那一刻起 我便缠着他教我这门功夫 你说客栈还得有人打理 只肯从晚上教我一些 这里其实我们就获得了很多的线索 首先在咱们过场动画里面 滚刀肉一出场就把一个鸡 给活活的扭出了血 然后开始喝那个血 他应该是在练什么武功 你看滚刀肉的 滚刀肉日记这没有吗 就离谱了 应该是有的 厨子之计这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什么吗 我就给他讲吧 反正他就喝那顿练什么神功 对吧 同时他为什么又把这个 又把这个客栈转手给这个 这个女的娟儿娘呢 我估计他是想练功 对吧 不管如何 这样我们就把他击败 获得了那个天门剑法 然后我们在这个招式里面呢 就可以把这个天门剑法给装备上 但是现在这个 这个不是太白剑法 这个太白剑法 咱们他这儿只会这个下 下卷啊 只会这个内功招式 没有这个外功相符 但是不管如何 咱们也是多了一门武功 这个剑法据我所知呢 是只有这个地方可以获取 如果大家想要 数据到尽可能多的武功的话呢 还是要挑战一下 不难啊 你掌握好这个变招 按照我们这个视频 演示的那个 这个方法 获得那个支线任务 奖利的新的技能就行了 然后呢 我们现在就可以用这个 钥匙去开这个天字屋的门了 虽然咱们已经是挑战成功了 这个厨子 但是这个游戏默认 这个厨子是刚刚是溜走了 还是活着的啊 有缘 二娘 我在厨房二楼找的把钥匙 却打不开天字好话 厨房二楼 坏了坏了 要知道那地方 滚到肉都不让我上去 那凶厨子蛮不讲理 没办法才出此下次了 刚来就给我捅了我走 他要是知道你偷了钥匙 怕是能把这客栈拆了 对不起 我这就偷偷给他放回去 等等 你把钥匙给求我 他和滚刀肉关系不错 让他想想办法 只能如此 这样我们就 看看先把这个钥匙给求我吧 先也只是把这滚到肉打退 其实他力量非常之强 我还舍不得残忍 臭小子 就是你打伤我两位兄弟的 结果竟然来了黑山龙龙 生瓜蛋子 敢和我们黑山这么说话 怕是不知道马王爷 有几只眼 这次我可不会手下留情了 这是个硬碟子 兄弟们小心点 我可是掌握了新的剑法的人 直接一个这个推云掌 干掉一个 再来一个 哇 我就不信了 我还用不出来 真是人无害虎心 虎有伤人意 是他 站住 别跑 而先前那个杀人凶手 竟然从厕所里面跑出来 然后溜了 一封信函 这些药草 所以我们就可以来吃口药了 对吧 我还面对群工的时候 即使是我 这也是有一个难度的 这个人溜了 应该是 咱们先不进入下一个章节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人是溜到这个羊马的地方 他应该就是从那个地方溜下去了 我们要找他 应该就要进入那个地方的下层 对吧 先把这人掉落的物品捡一捡 铁片 然后把这个地方的支援任务清空 这个黑山寨子又怎么回事呢 咱们看一下刚才那个寒 不就是逮个和尚吗 还狗屁的隐移行事 我看老大完全就是闲吃萝卜蛋操心 我麻子是那种办事不劳的人吗 再说了 这次带来的兄弟是我亲自挑选 若又不张眼的 想看我黑山 保证他死无葬身之地 说了也快 蛮子抓和尚无论生死 上头为何非让兄弟们带活的回去 难道和老大们商量的什么经书有关 算了算了 这本来就不是我该知道的事 只是现在盯着这屠鱼的人越来越多 怕是难以胜利 也好 老子这道好久没赚血腥了 从这个信件咱们就知道对吧 目前因为这个和尚诵经 咱们主人公正好就是诵经书的 那个人啊 因为这个事情好多人聚集在了这儿 感觉挺危险 你进入战斗了 我们就完成了这个比试的任务 这个人就是练这个闭眼宫的人 我们获得了150点的根基 直接跳下来 这是轻功 然后我们就获得了这个 他这个吐纳的所谓的功法 其实并没有一个秘籍一样的方式呈现在咱们这儿 只是在这个 在我们这个内功 如果你想你看 这个内功根基变成了585了 你好 看模样 老三 这人先前说后院人多 所以不敢跟我们比武 这次咱们看看 想啥呢 他就愿意了 因为后院已经没人了 踏雪取消硬直 变招 破招 没插到 破招 哎 算了 不用破招了 我要用一个花样 所以我们因为击败了那个厨子呢 就获得这个太白剑法 我觉得打起来就更加帅气 非常非常舒服 这样我们就把这个人击败王大锤 如何呀 愿赌服输 获得了一根 这个内功突破要绝 好东西 能够增加我们内功根基 绣维的法门 直接使用 又多了150点 现在咱们应该是有七八百点 这个时候 我们看看这个人 还不是说一个时辰以后 对吧 准时啊 咱们就来帮这个人完成一下这个狼情惬意的任务 陈大哥答应复原 希望冷姑娘能点到为止 手下留情 哼 没想到 陈大哥答应复原 哼 没想到还挺有种的 小兄弟 麻烦你了 好事都 陈大哥答应复原 可 你好 这情 打酒了 方道香 走吧 去后院 磨蹭了一下 就到时间了 姓程的 我敬你是条汉子 也不为难于你 倘若你能接下我全力一击 我就将妹妹许配给你 龙女侠 尽管出手 我绝无怨言 但是他是想肉身硬扛 但是我觉得 他已经被这个表姐都揍了多少多少次 但是还是这个 鱼公移山 这个 为了爱人不惜挨揍 甚至这一次要硬扛一掌的精神 我觉得暗中帮他 等等 龙女侠 陈大哥不会武功 如何借他下你全力一击 那你说如何 要是陈大哥躲开这一击 也算他赢 怎样 好 无论何种方法 只要他能硬下我这一招 就算他赢 接招吧 我在集中精力 关键时刻帮助成他 成功了 在这个女人出手之际 我们立刻按下QTE 这个按键是随机的 要反应非常的快 然后呢 打断了女人的攻击 臭小子 你干什么 龙女侠 前面你自己说过 无论什么方法 怎么 你要反悔不成 你 乙轩 跟我走 冷女侠一诺千金 想必 定会信守承诺吧 哼 不用你提醒 呵呵 陈大哥 还愣着干嘛 还不趁热打铁 准备提亲的 少侠智勇双全 成猛佩服 你的大恩大德 我永生不忘 我们现在就完成了 他这个任务 就给找他领赏了 天门剑法 天门剑法 我们获得了50个铁票 50个磨石 还有一些银两 再恭喜一下这个 恭喜官姑娘 哼 无耻之徒 姐姐 他其实人挺不错的 诶 如此呢 我们 这里还过不去 给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 所有的成就 所有的制线任务 已经基本上都完成了 但是还剩下一个 对吧 关于小毛的一个事件 也就是说 这个客栈的这个 火技小毛 还有什么事情 帮完他这个忙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结束 本期剧行了 因为制线很过 但是我还是希望 给他全做 刮中有钱坤啊 说不定 不能忙到你 哎 不瞒您说 前日去 正在办货 让傻贼给结了到 老伯伴全舍里的 今后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走一走 瞧一瞧 你可对今你的傻子 是知道知道 只是他们人都失重 我是怕钱跑不回来 再把命搭上 有我在 走一走 瞧一瞧 富贵一刀定 小毛的想讨个老婆 但是他的这个盘缠 全部被杀贼给抢了 于是我们就帮他一下啊 这地方非常多的杀贼啊 现在勾引他们动身啊 一些太白剑法 再来一招 对吧 这个叫幻影飞双 这太白剑法 这个叫什么 叫做飞剑绝云啊 一些铜钱 黑石黑最快 当然我们是白石黑啊 咱们是帮忙 那又不是坏人 别说话 这就是武功高和武功低的区别 如果你练了一堆精妙的招式和内功 还打不过寻常杀贼 那还闯什么江湖 刚说完 这都掉了一堆什么东西啊 铁片 铜钱啊 什么磨石啊 可以让咱们修复武器啊 这个上流血效果等等 还是我们的队工好几个 干掉一个 没珍惜了 这第三刀是有 有可能能够让我们 那个 回复珍惜的 这边是三个人 人多是种 咱们先找这个两个的软式的捏 我估计未来 咱们如果有群攻的话 可以把他们都给弄过来 咱们那个拳法 其实带群攻 好 把这几个 拦路小杀贼全部击杀 好大一个箱子啊 里面又是一堆这个宝物 直接给他打开 获得一些铁片磨石啊 咱们药还没废呢 这三个瓜直接吃了吧 每一个增加咱们一些 这个气血上限和震气上限啊 这样我们就多了三点 虽然没什么用感觉 这个已经叫什么幻影飞双 幻影飞双 这名字不太好记 再来一个太白剑法 太白剑法没真气了 这个技能是先往后撤 在那什么 轻功接近 好吧 不过我施展的 因为我们这线太强了 没办法 应该差不多了 还有最后一伙人啊 黑衣人 直接干掉了一个 我们要不要给大家玩一个 玩一个花样 咱们这个拳法还没给大家用呢 毕竟是咱们家传武学对吧 对吧 找找哪些是你的东西 一样没少 多谢少侠 你可是等于救了我的命啊 到时候我一定娶个媳妇 生个大胖小子 少侠应有无敌 小的对您的敬仰 犹如滔滔江水 连绵不绝 犹如黄河泛滥 一发不可收拾 走一走 乔一乔累 富贵一刀地 少侠应有无敌 花中有乾坤啊 幸会 走一走 乔一乔累 好 如此呢 我们就帮助这个客栅的所有人 完成了好多的事件 同时我们也是增长了非常多的江湖阅历 提高了我们的本事 全部完成 全支线达成 同时呢 这个全成就 也是达成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至于我们下一期就从这个地窖之中开始 先前那个逃进去的那个杀人凶手 到底跟黑山是不是一伙的呢 众人齐聚此地 寻找这个和尚 这个和尚到底是何人啊 咱们主人公 跟这个经书有这么多的牵扯 能不能平安呢 我们下一期再见啊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喜欢的话可以三连 并且能抽个奖